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比较少买气垫 是因为气垫价格和粉底液价格差不多 但是气垫很快就用完了 然后粉底液里怎么都用不完 这款气垫刚出的时候 我也是很心动的 到手之后呢 我觉得好像一般般 首先我不喜欢的地方 它这个气垫内型呢 普通气垫内型是一模样的 你按下去 然后粉扑上就会有粉底液 但是这个气垫不知道怎么的 感觉像很硬 好 我先很大力按哈 很大力 你看你看你看那个 到手的粉底液也没有说很多 哎 千万不要以为我这里面没用了 就当时我一打开它 第一次试用 它就是这么硬 并且它的出粉量就是这么少 刚才说的我不喜欢它缺点 但是它有一些方面还是很优秀的 比如说它的妆感 特别的光泽 微微泛出来的 自带的一个光芒 妆感特别薄 但是要提点是它遮瑕力度不是特别好 持久力中的就是什么吧 如果说你是出一天门的话 肯定是需要补妆的 然后刚才我一直拿到手上 这个粉扑也是它自带的 这个粉扑我很喜欢 喜欢它 胜过喜欢这个气垫 肩头呢 很好能拍看我们眼下遮瑕 或者是鼻翼这个部分 我真的是鸡肠木塔 你看旁边这个地方都裂开了 下一个我们说的一款面膜 是这一个SMP海洋液窝补水面膜 那这款面膜呢我经常用 嗯 比如说这些 有很多很多的用完了 因为这款面膜价格不会特别高 这个补水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里面好像70%的金丝燕窝活性精华液 可以很有效补水 然后修复肌肤 我觉得它精华液量是刚刚好 不是说贴上去 然后贴到满点都是 我很不喜欢那种贴上去 然后精华液流到满脖子都是 很麻烦 这个精华液量刚好能把整个面膜质 进湿 面膜质是比较柔软 并且比较薄的 所以你可以很贴合脸部 除了那个下巴 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大气道 我觉得都挺好的 它没有配有这个硬卡纸 所以贴的时候感觉有点小麻烦 因为它有玻尿酸 鸡血草 羊干菊的成分 所以它敷完之后 补水效果我觉得是很及时的 特别是夏天呢 我就在房间里开空调 然后剪视频 我除了房间用加湿器以外呢 我就会在肌肤上做一个直接的补水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说你夏天脸经常出油的话 其实不要一味的想去控油控油控油 首先你要加强补水了 这样子脸部出的状况才会有所降低 所以我觉得这款面膜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挺适合那种随便 就没事 就敷一敷 很适合囤货 一个是三号色 一个是十三号色 它就上下拼接 有一个我先说一下 我刚刚不小心把这个 以掉机上到它整块 可以抠出来 所以我忘记哪个颜色是上面了 所以如果说你手上有这个的话 不要有一条假过 十三号色当中我是看中下面这个 实际上手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人与鸡色 零三号色它两颜色都是属于比较淡的那种 所以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一般般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它是一天早上 然后我就用上面这个不足光色 做了一个眼头提亮 然后等到晚上可能 六点七点回到家之后 卸妆了 我就发现 哇好奇怪 我的眼头提亮居然还在 因为经常我愿意 早上出门之后晚上回到家 这个眼头提亮就会完全消失 所以这个眼头上面这个颜色就值得买 刚刚说的颜色 现在说粉质Q那么多产品呢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在的 还是比较好预染的 顺便说一盘眼影盘 这盘眼影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名字 什么型号 我只知道它牌子是LORA 这盘可以说是我像木头手头上 三十多盘眼影 前三名喜欢的 你看到样子就知道我是真的喜欢它 看到没有它真的蛮脏的 不是因为它特别配分 而是因为我真的经常使用它 上面这一排都是哑光色 其实我觉得这排哑光色到这里 这个除了黑色了 其实这所有都可以作为眼影的打底 下面这一排都是珠光色 像这个呀 这个呀 这些都可以作为提亮 然后剩下这些就可以作为眼尾的加深 我有个最多的眼尾加深是这个 能看吗 它的凹下去了 它雅光色可能很多眼影都能替代它 但是它珠光色无可替代的 它本质非常好 当你把颜色放在眼睛上之后 它的珠光就不会跑 什么叫不会跑 就是有型眼影啊 它的比较飞粉 它这个珠光就老老实实的 就在这个位置不动 但是我说不动不是说它不好熨染 反而是它非常好熨染 你只要来个刷密集点刷子 还有一个我想夸它是 它这盘眼影的一个色调配色 很日常的 下一个呢是Softy的一个电动牙刷 诶 等一下 先别走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我真的 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反馈 讲真一句 你先让我用回普通牙刷 我肯定又不习惯的 因为我已经习惯电动牙刷 它在我口腔里面带来震动的 很爽的感觉 还有我长期用下之后 是真的觉得电动牙刷 比我自己用手 不是用手刷 是用普通的牙刷去刷要干净 再加上我说你的牙齿 时候比较敏感 比较出血 喜欢用软牙刷的话 我是真的觉得Softy的这个刷头 很适合你 很OK 它的毛啊 你仔细看看它是非常稀的 它能刷动牙齿的各个缝隙 有时候我用到一些 稍微比较硬的牙刷 我这个牙齐立刻会出血 但它没有 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我能证实 它是一款刷头比较柔软的牙刷 还有其实在我们大牙 就最里面这个牙齿 和背面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些小伙伴 不会去刷到 但是那个地方非常容易去藏一些脏东西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里面 所以我们去刷的时候会比较费劲 这种牙刷 你可以直接看它 胖更克 然后打它 因为它自己去震动 也能把它刷干净 所以这点是我为什么会坚持 使用电动牙刷的一个理由 牙刷其实是一个挺值得投资 一个单品 因为像我们刷牙 一天至少两次啊 使用频率会比较高 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它比较划算 最后进来我们家以前 有找过做过这个之后 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把他们去退还一下 如果你去他们天猫体验店 对客服报我的名字 然后就可以减20块 放心好拉 我又不会得到什么东西 接下来说两个产品都是CT家 我非常喜欢这个品牌 这个就是CT家散粉 我记得之前在视频面前好像有分享过 这款散粉啊出了名 臭 真的臭 它看起来有点狼狈 这款散粉呢 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粉肉色 但上脸之后呢是没有颜色的 它粉非常非常细 定妆效果很好 上脸之后呢妆感不会特别厚 所以总体来说 我很喜欢 第二个呢是这一个好像名字叫做高光粉底液 还是粉底液高光我不知道 包装还是很高级的 就是个棒棒 海绵头直接涂在脸上 看起来目前一直都没什么大问题是不是 但是这个是他们家目前为止 我觉得最不好用的东西 首先如果说你把它当纯的 当这个粉底液去用的话 它遮瑕力度 或是粉底液的功能都没有做到 遮瑕力度几枯可以为0 又或是你先把它当作高光使用 然后再上粉底液 刚开始用的时候觉得还不错 这个光泽还挺好看的 但是你之后一上粉底液 立刻盖得严严实实 这些高光去哪里了 所以它的使用感善 我是觉得不是很好的 之前海棠买的眉毛链接毛膏 是我看小米的视频这么草的 我记得到时候我有说过 我看了刷出来真的超级好看 根根分明又鲜长 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 它真的是一个真的美妆博主 而我是个假的美妆博主 因为同一款产品弄出来 效果真的天差地别 这时候我就知道 为什么有时候我看别人视频 跟他化妆 明明都是同样的步骤 同样的产品 但是化出来效果 你们懂的 这款睫毛膏包装还蛮好看的 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刷头 仔细看一下它就像一把梳子 因为这款睫毛膏包有很大的希望 刷头感觉是一把梳子能把睫毛梳开 但是想象和实际果然还是有区别的 尤其我们刷睫毛膏呢 先拿纸巾把刷头上多余的膏体擦掉 如果说太多膏体 不管怎样的睫毛膏刷下都是很丑的 然后满怀期望的可以刷我睫毛 但是刷出来之后呢 没有说很差吧 但不是和我想象的这么好 它还是很容易粘在一起 并不是说你输就输开 甚至说你一直说 这个睫毛上堆结太多膏体 导致它粘性更大更加疏不开 所以这款睫毛发让我真正的认识到 我一定要像不同的博主学习 不多尝试 然后是一只唇膏 特别像我经常不用的唇膏 我一定会留着 有点会堆称 虽然是亚克力包装 但是拿起来就很高级啊 色号是740 这个色号是迪奥这系列唇膏中比较出名的 这个颜色也是很好看的 属于那种很番茄色 但是如果说你不化妆就涂它化 可能会得涂 因为这款唇膏涂出来 是带一些光泽度在里面的 它持久度的确会比普通的唇膏会好 其实我不真的喜欢那种光泽度的唇膏 我比较喜欢偏雾面 偏雅观的唇膏 这个雪花是我的斯拉面膜 我是被小花种草的 其实我不颤导的用斯拉面膜 因为斯拉面膜反而它可能对我们肌肤 会有一定的损害 我们就这么一点点先哈 它伴有淡淡的中草腰味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好闻的 然后我们涂上脸中呢 要薄薄的 越薄它成膜速度越快 这款面膜的主要功效呢是去滑 我觉得效果方面它是能打到及格线 但是达不到高分 必须要等到它完全沉默 你要把它整个都OK的 再一起撕 持续坚持用下圈化 肉眼可见一丢丢的巨黄 好那以上就是产品真心化第一集的十个产品 那么如果说你对我之前 视频里面出现过的任何产品 比较感兴趣的话 留言告诉我 之后第二期给你们分享 希望你们喜欢这视频 下视频见吧 拜拜 下托